当李克强步出仓门时 李斌沿恒地坛两侧略队致敬 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伏特等政府高级官员 在先踢旁热情迎候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谦 驻东盟使团大使黄熙连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 中国和印尼互为重要禁邻 习近平主席2013年成功访问印尼以来 两国积极对接发展战略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适逢中国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 我此访是为巩固政治增进人民有益而来 期待双方共同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克强表示 东盟是中国的重要伙伴 今年适逢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五周年 中方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各国一道 抓住机遇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与合作实现更大 在内的电话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